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集我们就讲到4bit的Metal Gear 这个是大龙凤之后 Stick仍然都要做的 因为Big Boss知道他的变叠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所以他们那一队特种部队就由Campbell开始领导 这次打的就是国安市最热烈的石油危机 那时候石油不够 世界很害怕 有一个人就发明了一个 应该叫润滑油的物体 这个是台湾方面叫润滑油 是人工石油 人工石油 靠养海藻已经可以解决食 其实在欧洲 主要英国 用研究海藻提炼出来做石油或燃料 已经开始做很久了 甚至乎海藻拆开了一点 海藻现在已经有发电的理论 就是什么都可以 在4bit之后 开始衍生了一个问题 有我们叫Big Boss 就是前转的大蛇 我们叫做Big Boss 亦出现了一个很多人误解的 我们叫做软皮蛇 Saw or Slick 亦衍生了一件事 原来他们有三个 那不如大家讲讲 有哪三个 杰子王才知道 你自己是什么 魔童计划 就不是杰子魔童 其实魔童计划有一个更加型的 喜欢病一点 恐惧之子计划 听听听 我很害怕 这三个就是在Big Boss 昏迷的途中 即是Phantom Pain 那九年 应该是Zero 没有问Big Boss 就拿他们的基因来复制 复制这三个很害怕的人 就是Liquid Snake Solid Snake Solid Snake Solid Solid Solid是介乎于Liquid和Solid Solid Solid是科学上来说 叫做Perfect State 是同时存在固体和形体的特质 但是这一个特质 基本上在地球的物理环境内做不到 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看错 还是译错 雙体蛇 我不知道怎样是雙体 因为它是两个都有 因为前两个 他将Big Boss 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 两个独立 就是测试版 测试版 测试版 Veta Solid是英俊 Solid 但是同时 是Liquid还是Solid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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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quid是英俊 是英俊 长毛 是英俊 有英国口音 因为它在英国被人 Hello 妹 是英国 3个就开始衍生 2个或者4个 再慢慢说 其实这三兄弟里面的恩恩怨怨 那九年Zero 就拿了他的血 拿来复制三条头 是 之后到石油危机的复制 就是要拿回石油 人工石油 就是缺乎润滑油的配方 表面上很正经的东西 夜晚要干 要拿些东西润滑油 中间也是有些大龙鳳 又来了 又来了 这个就是我不想在这里说 因为我说了 你自己看回 因为后面太多了 总之都是一些龙鳳 是 到那时候 之后 就开始进入我们Solid Snake 是第一集 就是家传户晓的第一集 而且这集里面 就是年轻的Solid Snake 其实已经搞定了 Solid Snake Solid Snake搞定了这件事 之后 其实就已经隐居了 在拉斯维加斯加 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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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补充一下 好像说Metal Gear Solid Snake 第二集里面 那个Big Bud 是Solid Core搞定了 是的 是死了 它是用一个 还要是和平米勒 这个叫和平米勒 就是Peace Walker里面 应该是Kazuhira Miller 就是Milla 小剔球 即是现在5里面 被人搞定了一只手一只脚 金毛那个 金毛那个 大排人眼镜 他就在Metal Gear Solid Snake那一集里面 就叫Solid Snake 那是一个monster 因为在这个游戏里面 他是在打大佬 是 没有武器 叫做恶型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叫Solid Snake 就被骗死Big Boss 哇 你想想 那时候你不知道 那时候你不知道 那时候是奸角 你也打想 但是你找回 如果现在打的 由Peace Walker玩起来 那个是你的朋友 为什么这么大仇口 为什么Milla 这么大仇口 要叫Solid Snake 讨论他以前的朋友 那这个 其实是引你来玩 Phantom Pain 你看看就知道 现在又不串 其实全件事 我觉得最好玩Metal Gear 就是上一集 Gary有说过 对错和立场 和角色 你很难靠一单一 一件事去判断 你不可以只玩一集Metal Gear 判定立场问题 譬如当现在Phantom Pain 穿了一点 他里面的主要角色 在Mother Base里面 全部都是Revolver Oslo 佐伦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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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suhira Miller 和平米露 那些 那些都是朋友 很朋友 以前是朋友 以前是朋友 真的好朋友 战友 以前是好朋友 到中间发生的事情 如果大家打Phantom Pain 听到那么大 之后再看回以后 就像跳槽 走来走去 这个是令我们着迷的地方 就会慢慢跟大家说 应该说打这些镜子 不要分对 谁对谁 更好 他们是没有对 你真的要当自己是一个特务 你不要理你对同错 的任务就是主体 还有这个也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用这个来借鉴 不要在这个世界 有些人看东西太过单忍 就是总之什么暴力又不对 总之什么 就是这个总之这些人 是害死了很多人 是的 一到尺 是的 我想补充一点 第三集那时候 Sneak和The Boss 刚刚对话那时候 The Boss 问Sneak Naked Snake 就是我 问The Boss 怎样 想成为一个人拿着枪 还是忠诚于你自己 他有提过一下是 他会一路跟随着他上司给的指令 是的 但是上司他不是一路做职位的 他可能做了十年的总统 到另一个总统就上任 又不同立场 是的 他的立场又不同了 那变了没有 Sneak as enemy 这个概念 我想这件事 要用真实的现状来说出来 首先 Big Boss 或者现在的Sneak 就是 那个感觉 其实是两代的军人 对于忠诚这个问题 对于忠诚这个问题 我想 如果你们听回我们上一集的节目 其实所有不论是奸国也好 其实他们是忠诚一个国家 是的 就是忠诚一个国家 但是到现在 我们所说的 就是99年开始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已经质疑 究竟做军人 究竟是忠诚一个国家的体制 是 还是要忠诚一个人 还是自己的理念 所以我觉得 在Peace Broker 里面 他那个Soldier Without Bound 就完全演绎了这件事 是的 那时候的Big Boss开始质疑了 如果我纯粹是 服装一个国家的话 这个不是件事的全部 你永远得不到真相 当然他说真相没有人得过 没有人知道 是的 那他就说 我的version 就是他的Sneak 我觉得自己的version 就是说 我要忠于自己 我觉得他是 踢了这个立场 所以他才起这个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才起生到Diamond Dogs 再起生到Out of Heaven 到他们同一群人 譬如我们以后想到Zero 那些 就是对于爱国者 其实对于The Boss 大佬 就是那个女人 的理念有不同的演绎 我觉得是这种事发生的 我想当时 其实 到了这个游戏出的时候 我想是1990年的时候 是 美国已经有很多这些 战争或者射击游戏出现 很多出名 但是其实他们也很单一 都是一场战役 或者是模拟一场战役 那他们始终有一个立场 就是有对错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叫做 Us and Them 就是他们的电视述得很清楚 所以大部份的故事 或者现在的战争 他们的 campaign 就是说 我们就是对的 每个人都说我们就是对的 这些世界都很清楚 所以你变成了北韩 你出个game 你就说北韩是对的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永远跳不出个框框 但是Metal Gear有一个 有一个形容就形容在那里 就说我已经跳了上面 就是我已经想到 究竟思考战争那样 所以他会用他们自己的办法 来阻止那样东西 当然可能会更加暴力 更加血腥 但是他说要最短时间 搞定了你 就不会将战争拖长了十年 他说宁愿过死这一台的人 我都不希望死整条街的人 其实有没有很矛盾 就是军人对于服从的矛盾 还有在Peace Walker里面有说过 他说对于这个和平 他经过Peace Walker 要那个Peace字那么强调 Peace Walker自己都说 他说我扮你 他说在战争里面 你从来得不到和平 他说是说的 就是常常打开他 但是这个你明白 就是他改变不了这件事 因为你看回现状的时候 经历过很多事情 包括例如美国入侵 伊拉克 应该是看回现实的时间 差不多是波斯玩战争 都是说弹石油 因为他们看到很多 尤其是小岛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 究竟质疑是否真的 这件事我想是 将整个故事的主角 他自己想对战争的想法 是摆得很重的 这件事是很合理的 What is a war 是的 譬如你 你见到关塔罗摩基地 里面发生的事 你会想回 美国究竟是否正在做对的事 因为 正当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日本本土 日本军的自卫队 已经在那段时间 已经想帮美国 已经是派兵出海 当时真正的历史 日本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 两班人 一班就说我赞成自卫队 要出去外面 因为我是美国的弟弟 有一班就说不行 我们一定要坚持 日本有分两批分得很重要 有一批他们觉得 日本战敗后的宪法 对于他们来说是自己被阉 他们不能出去打仗 除非盟军叫他们出去打仗 即是说假设别人批评 你就可以去打仗 而且近期尤其是日本人 又转了法 他之前就是说最害怕就是 那时候是ISIS 那时候抢了几个日本人 他出不出得都好像 不是自己说到事 他那种感觉 所以到你后期 尤其是我们 2005年打过三个游戏 是很大影响 你就看到他对日本人的参战 或者他对战争 他怎么看起来 其实少到他会放很多心机 即是自己有打自己有 即是今天我和你们兄弟 明天我可以和你们翻面 然后第二天我打个位 然后自己的位置又做回 又做回事 又做回事 又是这样的 即是你不停地说 我批评完你 我给你批评了这么多 我就批评你 即是整台的人都互批的 不是 讲这么多 这条timeline 全部所有的故事 都是你控制那些人 被人批评的故事 无论你控制那些人 总之主角就是 那一集里面 就会被人批评 你那个player 那就是被批评者 Sneke center 是的 但问题 我最佩服这个剧本 就是他的人物是没有变过 这些组织都没有变过 但是他的人物走来走去 就是在这个组织里 譬如大家有时都不知 哪个是Fox 哪个是Han 哪个是Fox Fox 和Xof 有什么分别 我去到今天才知道 全部角色是这样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Big Boss 都会闪人几集 好几集就被人闪的 即是看到成长史 这几集是说不完 我们是一个引子 他只是去看 因为我 大家听到这么大 首先 我自己觉得 因为很多人 我想这几个游戏都打过 你说的故事的内容 我想很多人都熟悉 是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 勾勾 就是我们对这个游戏的看法 利用现实上的 拆翻 希望可以代替 想到小刀 他当时在想些什么 我们的主持刚才说到 Metal Gear Sonic 直到之后 就是现在最熟悉 现实世界1999年出的 Metal Gear Sonic 就是Shadow Moses 事件 一个雪地 也是小刀 开始真的用Metal Gear Sonic 作为一个系列的 就是多个开始 那件事很简单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刚才那个 Las Inflatilis 那个恐惧之指 其中一个 Liquid Liquid 就是对价 现在你这样说 对价 就要去基地的潜 解决问题 因为Liquid Liquid 就控制了一个地方 叫Shadow Moses 就是威胁政府 你要交给Big Boss的尸体 还有他坐正了Fox Hunt 国家讨论 又留意一点 Fox Hunt 以前是帮美国做事 现在 有人判了出来 拿个名字 又威胁政府 就是这件事 那就是说 可以Big Boss的尸体 和一堆钱 如果不是尤其是核武 说到厌的那些东西 总而言之 其实整个Metal Gear 无论故事发展也好 总有一两件Nuke 在那裏 在那裏等着发生 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一件 Metal Gear Metal Gear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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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是不是有支炮 好像第五集 那个外形 是有点像暴龙 所以叫Rats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这个大龙奉 我觉得我们也不说 但是说到这裏 最后有点有点键点 就是说 如果大家记得之前 有叫Gray Fox的物体 就不知为何用了它的名字 有个生化忍者 生化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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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borg Syborg 就无端斩了Revolver Oslo 这个是重点 Revolver Oslo 之前跟Big Bottle Friend 现在就对回Syborg 即是第三集 在那裏武昌 那个年轻 其实我有一集想说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很丰富 斩了手之后 最后 Liquid又被人打败了 这两个人 就施子 Liquid突然间心臟病 所以才输了一场 就像他持着Metal Gear 就开始发现了 其实他们那几个空里面 其实有一种叫Fox Die Fox Die Fox Die的病毒 只要一叫他就会死 中文也叫死胡 不是这些 那些是臭 那些是Fox 是设定了他们三个人 是过不了40岁的 有年龄限制 就说到Liquid就战败了 Ocelot就被人砍了一只手 这两个才是合体棋 就是合体棋 那将斩了一只手 他没有一只手 就把Liquid黏在一起 是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不知道 那时候还没解释到 那时候说 很灵意地说 Liquid未死就上了Ocelot身 根据那只手 有意念就上了腦 不知道法证去了哪裏呢 这个是看《一》里面最终的一点 那些人又未死又延续了 加上两个人合体 成为一个肉体 那时候就暂称为Liquid Oxalant 那时候应该是复制人最热的 其实看日本当时访问的雜誌 他是看过一些外国的新闻 说过的 因为有些器官移植 那些 是突然知道 性格 尤其是移植心臟 有些思想 记忆上了 那他就利用了这个概念 去解释 解释到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信不信是什么事 就是 那之后再解释 那这个游戏结束 就到了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游戏 就是Metal Gear Solid 2 Sun of Liberty 自由之子 那最重点就是什么呢 除了Sona Snake Big Boss Liquid Oxalant 之外 就出了两个很特别的人物 第一 就是复制人 有三个 做了两个 Solot和Liquid 那Solot就拿正牌 就是做邦逆 当时没有提到 没有的 当时没有提过 没有提到 就是说对价 这个对价很猛料 这个复制人 是做了前任的美国总统 用另一个名字 另外一个特别的角色出了 就是小弟最喜欢的雷电 雷电这个 就好像 跟1988年的80年代 外国人很厉害雷电这个角色 日本人就很喜欢这个角色 那日本当时 在Metal Gear Solid 2里面 是靠雷电这个 就是设计了很多 不少新粉丝 当然是女性 有半集 你玩过就知道 有半集 是你在用雷电的 是 多到那时候 有些人一直在玩 一直在骂 我什么时候用得回Sona Snake 不用震 真的这样 有个震 但是在外国 但是因为当时 手掣是第一次有震 震机手掣 我们是第一次出这个Sargo Man 我们当时真的玩的有震 有震 交代 因为当年是第一个手掣 是PS2 是PS2 很还原的 不震也不震 震走 在外国之后就很震 我也看到丑化Ryden的片 又是整个手掣 擺姿势很少开枪 有些过场景 他是新仔士兵 是新仔 是 开始扔到这件事 但我想先说 除了雷电之外 最重要的是 Solitude 即所谓的对家 所谓的对家 但其实他的思想 是非常伟大 和宏伟 我觉得 他自称 自由知智 就是说 我看穿了一些东西 整个世界被控制 是的 他玩过之前的集数 所以他知道 原来自己一定是被人玩过 还有他做完美国总统之后 都不是他想的 但是这些东西开始滲出来 他就说 我要反一个系统 我要反一班人 那班人就是控制我们的 我们要自由自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叫做Sung of Liberty 就是说起来很伟大的 是吧 但是做呢 做其实是一个无奈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继承了The Boss的位置 这个一定是 这个是Metal Gear的宿命 每一个人都是继承了他的位置 是的 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对家 就是他说要反一个系统 他那天叫做Patreon 就是叫爱国者 那个名字也是很好听的 跟现在那些什么中意 有点左左地 是的 中意什么团 爱香港的好似 但是Big Boss 那条C 其实一直都在外国者手上 是的 因为刚才没有说过 现在再说回 是的 他的对家其实就是 那时候的Big Boss 根据他的位置 传下来的那一代 那一代Patriots 那些年轻人 是的 但是Solitary 又是Big Boss的复杂 对 自己人打自己人 整件事又开始复杂 我想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当是一家学校 是 那我们整班学生 那我就支持奋奋主任 因为我被他赶过 是 但是Coby呢 他就支持奋奋奋校长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其实 Big Boss 和The Boss的身份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 如果你们两个有争拗 的时候 那我们班学生 那我们分工 分两班 就是很合理 这个 分党派 分党派 或者怎么样 因为大家理念 但是 你又说 你跟我说 我做的东西 是校长叫我做的 那你就无定了 你明白我意思 不是啊 校长跟我说的 是这样的 就是 你整个东西 就变成了 我们做学生的 那跟谁 那跟谁呢 就是现在 我们不是说大佬的问题 而大佬 都已经超越了 所以你一打机的时候 打到结局 就是当然你罵不罵雷电 你的事 打完之后你觉得 你开始没有东西 因为你听着 那个恶役讲的东西 是 很正确 你又好像没错 有个故事 又要逼着你用雷电 斩 Solitude 就是你觉得 你开始 笑得很厉害 他将这些复杂的东西 这个深层的矛盾 他在几个钟里面 灌给你 因为你要对他 因为为什么 架仔会喜欢 第一 雷电的角色 其实很代表日本 是 代表日本 是日本那时候的新生导 我们叫做新生导 他们是想 是将建制他要打破 推翻 推翻建制 所以雷电 他做的角色是很合理化 我直接不跟你说 我是不是校长 是 变成那时候 如果我用打机的人 的心态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适合 越级挑战 但是如果你以美国仔的立场 美国仔的想法 因为他们灌输的思想 就是说 我要买一套 我买你买他 如果出现了一班人 两个人都不购买的时候 会瘋了 就会瘋了 他们的感觉就会瘋了 就是他们的变质 的情况就是 每次校园枪击案做的那些人 因为他们越了跪 现在的变相 他们出现了问题 但是 架仔他们没有这种东西 架仔觉得 因为他们那班 你知道 去过日本 你知道的 架仔其实很守规矩 所以突然出现了这个角色 又像 不跟系统 不跟系统 其实他们表面上是很守规矩的 暗瓦底 其实他们很想反对某些东西 而有一个角色 做到外面说 我要反对某些东西 简直就是他自己的 就是某些 而且他竟然竟在 为何要加雷电这个角色去意 就是之前的恩怨 不是说得很复杂 突然之间 一百个角色 出了一个不关事的人 你不要说了 接着就有雷电这个角色 是的 你试试那些恩怨 即雷电的东西 慢慢再看 但其实他代表了什么呢 他无端有个人 跳出来 咦 即左右 关我什么事 他是记忆都没有了 没有了 上面有人记住 但你现在就是 特种复杂一笨子 你打对面 是这样的 之后事前 那些记忆再勾到 那另外一回事 那他深深地代表了一些 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呢 就是当我代表 为了角度来看 我是这一代的 那些什么冷战 越战 其实无关 其实无关自己 我经历不了 一我经历不了 第二可能 关我什么事 但是到了有些东西 雷电什么时候醒觉呢 跟香蕊一样 那些东西辣在自己身上 原来你烧火火火了 很简单 你用回现在我们香港的 你同班跟我们说 施耳山的精神 不关我们的事 大哥 没经历 你经常说 你们这些Patreon 不关我事 我只是想我死 他小时候 原本是在南非内战叛乱 大的 什么绑架 同兵 他说了两件事很有趣 他说 我那时候小时候 人家给你一支枪 你不会问为什么要射 你问我要射死这几个 因为你不死 他不死 你死 如果你继续问 他就会召唤你 还有第二 他说 怎样 真是很洗脑 他说 天天晚上又给一些 荷里活的游戏 给你玩 他们叫什么 inmate training 就是扮得很型 小时候好战 还有 还有把鸡蛋 就是把鸡蛋 放到饭里吃 因为他说 这些蛋药 会令它很疼 又不会觉得痛 这些是很狂躁 其实是很映射现在的 事实 全都是做这些 冰州的兽子 是事实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都是早些鸡蛋 不是 你看回另一个电影 就是Ligris Cage 近来香港买玩具 它是一个叫做战争之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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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常去那里 买一些军套 那酒包说 你试一下这个Clocktail 刚巧喝 就拿些金泡蛋 倒些拿一下 那些蛋药你买给我 其实有些不是真的说笑 而且非洲人 其实他也相信 我杀了那个人 是拿了灵魂 所以子弹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 把他们自己的心灵 强化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都是迷信的事情 这是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射就是 如果大家很厉害 逐个逐个逐个对白 去讨厌的话 你看到很棒的就是说 就开始雷电 某个人说 小时候那些人就给他看 很厉害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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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是呼应到的 我喜欢这些 如果大家想不到就很棒 不如现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第一节又是这样 休息一会 你又担一下雪茄 先担分好大雪茄 我们待会第二节又跟你再说 好 艾刊第二集 第二节 第二节 回来了 上一节我们说到去 无端杀出一个情咬金 Solidu Snake 与不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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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Solidu Snake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角色 其实它对于自己的理念 很懂得出就真的做 你慢慢弄它 虽然说它是坏的 但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 是没有坏人的 整个故事里面是没有坏人的 立场是没有坏人的 你要惯了这一条series里面 其实是没有坏人 没有好人的 立场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天生 要被人盯着 那又没错 而且我想它是因为 它是做过美国总统 这个就是重点 它做过美国总统 就知道原来背后究竟 那些所谓的patriots 在搞什么 因为你 它也说过 它是做总统 其实它也是做替身的 大家都知道 其实所谓的总统背后 都是被人吃 如果你看到里面的com 即是Metal Gear Solid 2 那些对话 即现代的那些 你会听到 你今天有心机听 我也很听到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就是时间比较多 还在读书 读书 我听到这些com 我有时候youtube也拿回来听 它就说什么呢 它里面我说的就是影子政府 因为雷电是一个少年 你很年轻的那些 你没有权力 你已经是 即是他在问一个被绑架的现任总统 即是旧总统 他说你要权力 他说你已经是总统 他说你做总统 其实我是一个傀儡 有一样东西 有一个组织 全部都控制了 其实他在说现在的东西 那时候 其实雷电也是一个 我所谓很尊重的 Solative 有心称出来的一个旗子 其实是看起来的 在这么多个里面抽出一个 是 Jack the Ripper 开唐者 这个开唐者 这个开唐者 傑克 即是Ryden 我觉得 那时候 他听了一条新线 上一集说的 就是现世代对于上一集的疑问 不信任 还有一个无意义的存在 是 你仔细其实都算是无意义的 不过 谁仔细 相对来说 无意义中 他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有个big boss 给他的大理想 是 他做这些东西 所以就很忙 你想想雷电 其实他真的 真的好像不关事 这件事是这么说的 他以前小时候 就在南非半年 战争 不知道什么引导法 就可能去了美国那里住 觉得价格不入 又被人捉回来打仗 因为整件事 就是在非洲 那个价格也不关事 去到现在 美国也不关事 受那些VR training洗脑 去打 根本没有实战经验 soul call 他那次已经是第一次实战 但要说的 已经是救总统 我爱人拖 但是整件事不关事 拖出来打 那是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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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衍生到Rising 就是事件 Metal Gear Rising 对了 不过Rising 就是刚才我们吃饭 开会的时候 很有趣的事情 发生了 这些真的要大家 不同方向 一进来 就是够天时地利人和 不如这样 Kobe 你可以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我们这一派的版本 雷电那里 首先 雷电 因为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们谈 不知道为什么 我找到的资料 是会有两个雷电的 就是这样 其实我很喜欢Rising 只要是出得少 或者没有很多人喜欢 他说Rising 出了两集 两集 我说 不是 我玩了一集 一集 可能有两个不同时代 因为製作上的时候 小兽夫 原本有自己版本 叫做Metal Gear Rising 最初期 不是 Metal Gear Solid 点点Rising 多两点 就是搞不定 就是在製作上的问题 结果跟外国的製作商合作 美国 就是白金 Planter 他们就 把名字 改成Metal Gear Rising 点点Revengers 那里面的故事 都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小岛的理念 就是说 想保原2和4中间 故事 Ryden如何变成生化人 是的 因为大家如果有打2 有打4 就知道2本身 他是一个人育英俊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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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出场 就突然间 被机械人 还要被人问 你不是不死 我不是不死 我不是不死 那些 但是在外国 就是白金那间製作室 出的就有些不同 它是4之后的故事 讲Patriot 完了 那个架空的未来 那 Cobie又问我 我玩的 纯粹是玩 不是一向都讲它的未来 是吗 那之后我说 大家玩的 原来有两个不同版本 好 那Cobie又讲一讲 第一个版本 就是说 雷电 就收了Eva 就是刚才我们上一集 第一集的时候 讲的Big Mama Big Mama 的任务 就是要去 拿回爱国者 Big Boss那条C 但是雷电就说 我帮你做事也行 但是你要帮我救回两个人 就是一个就是 以前老闆的女儿 另外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博士 那之后 总之就搞完一段事情 就是我 我搞回之后 Eva就打招呼 雷电之后 就把他改造了 变成机械人 也是生法 又是线 那之后就是 没有了自己思想的 但是打招呼它之前 雷电是会跟自己的女朋友分手的 但是 Rose Mary Rose Mary Rose Mary 就跟她说 我跟你有那个BB 就已经没有了 那之后 就暗地原来假结婚 是为了保护她的儿子 是的 那这个就是 日版原本的故事 应该是 那之后 另一个就是 之后发生的事 就是第四集之后 发生的事 就是说她醒了之后 回去保守 好了 又是跳了去SOP 即是爱国借已经结束了 是的 之后第四集之后 我要去Spoose 如果我利益申报 我从来没有玩过 我反而是 我和你是在玩同一类 因为我是问你借的 所以一定是一类 它好像是两件事的集合体 因为我玩的 我很记得那些情节 我记住了整个故事 他没有说过Big Mama的委托任务 这件事 但是到最后 你打完整个游戏 Rosemary 就会在医院的病房 告诉你 其实我还很喜欢你 你还生了个儿子 然后基本上 Ryden真的是一旦 那是4 不是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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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4 Rising Rising是什么 以我所知 我没有记错 那是爱国者 我是因为中坑做得很厉害 我很喜欢雷电 原本我今天打算是雷电演出的 那件衣服 牙还没搞 经过跌下跌下跌 那就是如何 一开始就是说 雷电已经过了SOP 过了Metal Gear 4 外国者之后 没有AI 但是大家都 因为生化的改造 其实太厉害了 每个拿枪都射不射 那算是不拿枪了 用一个冷兵器的年代 再砍断那些 用多 雷电又是始终一个军人格格不入 最后又去保安高斯 做Secure 保余了南非的总统 或者是非洲国家的总统 途中就遇到一个叫Desperado 又是一首歌 Desperado 就是在挟持 印字 和总统 目的不长 军事 未知 然后就打他们 雷电给了一个很厉害的见识 日本见识 劈了一只手 劈了一只眼 他说的也是跟之前 不是有什么翻炒的 互相呼应 就是你究竟 为了什么战斗 因为那个叫Sam Jack's Dream Sam 激流山姆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说这些 异名 很搞笑 激流山姆 他又说什么 他说 你为什么跟我打 他说 你不会扣我打 算吧 那时候的雷电 有点偏左 就是爱与和平 我要保护弱小 他说 我的剑不是用来 我的剑不是用来保护 是用来杀人的 你承认了他 他说 我的剑不是用来杀人的杀人 正义之劫 哇 他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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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说 Sam 打赢了 就是说 你带一把工具出来 你战场都是输的 你违反了武器的用途 杀人愿怨 便输了 然后开始被Desperado的人 类似变线 他说 我们这群人和你没有分别 所以你和我应该同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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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雷电是一个外光内游的人 他里面很脆弱 他的内心是一个小人 他有动摇 我为什么要打 最后又激怒了他 就变回Jack the Ripper 狂战士模式 他又再找到一件事 就是说 原来外国者完了之后 整个骗局是未完 有一群人又是想用这个战争 作为一个选举或者经济的筹码 因为你知道 军工 要打仗可以牵涉到多少 牵涉到科技 经济 那些孤雄兵又可以有工作 一路都在说 war economy 其实这件事真的很荒谬 都脱离不了 其实有一群人是军人 来去都是说军人 是 是Big Boss也好 雷电子也好 就说Rising的Desperato也好 都是说我没有工作做 作为一个军人 其实我军人就只会打仗 除了打仗之外 没有其他 没有意义 他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 我一个军人 应该为我自己的仗而打 也是说Solitude 第二 就是说 at least你给一个原因 让我打 那整个事是荒谬 那战争是什么 都是答不了这个问题 第一 的Boss说 不想打仗 现在Rising 整个事情 都是答不了 做什么要打仗 那些军人来说 那些军人来说 是工作 没有工作做不够 都是讲生计 就像Rising 里面雷电也是做 保安 整个事是荒谬的 而且里面有很多角色 基本上是参战的角色 有名的 全部都是一七世就开始受军分 他们除了打仗之外 真的没有东西 其实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当他们有一边说 我不想要仗打 我要世界和平 不打仗 他们就会开始问 我做什么 吃什么 其实是荒谬化 其实到Rising 那些东西就荒谬 说到很型 很大 把某一点放大 这个比较厉害 而且他有些奸角 每个都代表不同的立场 有一个就是说 对面的人 以前约罚我 亲戚 所以我要保守 所以战争对于他们说 就是保守 就是那个女孩 Miss Joel 就是很性感的 观音 很牵手观音 另外我最喜欢的人 就是 不太帥 那个叫什么 Moon Son 拿着个鞋 拿着个铁叉 那个小丑巴基 可以分断 是的 他说我有点 他不得不得说 他说这个不是战争 不是什么对错 这个是自然 你看回世界 那么厉害的人 就当然打些弱屎 那我们有那么笨 你专挑一些厉害的人 打人就自己死 所以他用这个弱肉弹 他说这个是自然 没有什么做得开心 不开心 他说他没有什么感情 他说这件事是这样的 这个是人类的自然 是的 他的意思是为自己理念 而互相残杀 残杀的年代 是 他说出大者大出 这件事 不是为钱 只不过为自己的理念利益 就是生存 是的 就是喪尸 可以这样的 他們也 Technologies 死亡 直到一个大丘 最不討好 可能有人喜欢他 �로声感到 宗丹 他是个高退 他就是忠健男子 但是他很喜欢借了战争 装一些事 是做生意 再造成軍人 再賣出去 當Charles 又在身上 雷電文猛 他自己小時候都是這樣 他最不可的就是 新丹娜 到了加州的風 其實他們每個大佬都代表每個地區的風 例如觀音是法國的風 Jack's Dream是巴西 到了最後一個大佬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美國的參議員 參議員 他是想做總統的 他就說借戰爭 挑起一些東西 是一個生意 生意是我管 多選票 那我就可以做總統 而且他有個事 似是而非的理論 他就很荒謬 他就說我為什麼要挑起一件事 我要世界全民為自己而打仗 為自己的理念而打仗 創造一個和平的平台 公平的平台 大家可以為自己而打仗 但是都是打仗的 大家演繹 究竟什麼叫做公義 什麼叫做公義 其實就開始有分歧了 為什麼要打仗呢 雷電要打 就是想打敗這些人而打 他不想打仗 但是他為了不妙的人而打 為了不讓你們發動戰爭 所以他會打你們 所以他說的是不可能 他自己是正義之戰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我想他設計角色的理念 我想他會代表了這個國家 一個世界裏面的不同 這個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看法 對戰爭的看法 不同階層的人 所以他要有很多蛇 很多蛇 所以我覺得他提升了一個被 underestimated 即是人們覺得不是正主 不關事 但其實他是充分 我覺得是更加變得了這個 Postneck 後蛇主義 因為這件事是不關蛇事的 沒有啊 不關你的事的 但是原來問到這件事沒有呢 這個他談得很好 還有其實對於他來說 其實對於雷電來說 其實這件事 他都未找到一個理由 為什麼我要打 無論哪隻蛇叔都好 總之就是蛇叔 他們代表的就是 一些叫做參戰過 經歷過什麼叫做war的人的想法 而雷電真是一個很年輕人 其實我沒有經歷過什麼大戰爭 他對於打仗 他對於戰鬥究竟是什麼心態 這兩方面其實他都難得到 或者應該這樣說 Snick那一代的人是代表了 就是這件事是關我事的 然後我怎麼回應這件事 雷電就是 這件事是不關我事的 你迫著打理由我怎麼回應這件事 你打你不打 因為我很記得trailer 那時候他有兩個slogan 他就說 If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fighting It's hard to know what you are fighting for 就是說你連 你跟誰打你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會怎麼知道你為什麼而打呢 其實每個人都是patriot的延續來的 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version 那件事來打 所以這件事宿命就是沒有 繼續這樣打 只不過現在反過來用刀來砍 反過來說 小島秀夫是很懂得找題材 他找了一個永遠都不會完的題材來開發遊戲 或者可能是關於他自己的事 他自己也是其實算是戰後的第一代 是的 我們也要把剛才那裡結束後 我們再說一句 那兩個版本 那麼大家有玩過什麼版本 因為Gary你說 上網時有些外國的遊戲友問過亞洲區的地方 有沒有人玩過亞洲版 其實我想了解一下 我打過遊戲的時候 我不知道整個大廊其實是一樣的 大廊就很近似 但是中間某些過場的時候 他就穿插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有些不同的畫面和對白 但是我不知道對比究竟有多大 但是牽連那個就涉及到BIG BAMMA 這就不是第四集裡面所說的話 這個是在那個故事的那個 雷電自己的口述跟他人說的時候 當時我玩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自己玩美版的 就是當時我玩美版遊戲 我那時候當然要看攻略的 大哥 你知道的 我就上去科林那裡看 有個鬼仔他就問了 是否有兩個版本不同 他就開始問一個劇情出來 我打到哪裡 我打到哪裡 有些人就說 不是的 我不是這樣的 那我就拖頭了 後來就出現了原來 就可能 現在我只能夠說可能 其實這個遊戲 是日本版和美國版 是有少許分別的 在裡面 要再說公和聲 那件事很靈異 不是的 我現在感受到的是 Metal Gear Solid 2 裡面 雷電的東西 雷電接收到 雷電接收到 他跟Campbell 那時候是 通話的時候 他發覺有些不妥的 是 但是L51 那個區是 哪個版 有一個是去了 51區的 你指2的時候 2和4之間 他有搞大到 說去了 L51 1 是啊 他這裡有說是去了 那次越化越大了 一區基地是救出 引致Sunny的 那個女仔 那這個是什麼版 如果是去這個位 Sunny 舊Sunny 不是 不是舊Sunny 他找Sunny幫他手 幫他手的 因為他是那些十多歲 妹妹仔自己弄的 有玩過 其實是這樣 他很厲害 他打完這個激流3個jack 之後 就說我趕不及去那裡 那就要去那個基地找Sunny Sunny做了一個很快速的飛機 弄了一個角色 因為 炒了小生 Sunny是 Amrich家 一向都是那些 武器開發家族 就是國事家族 國事家族 民西那些 他的資歷很厲害 他的資歷 那個應該 他應該是過場 過場 不是過場 因為已經大過了 因為這樣說 我們玩的那個版本 如果沒有記載 快點檢查一下 應該是香港行貨版 就是日版 就從來沒有出現過 講迫媽媽 就是講愛國者 之前是沒有的 還有一題的 反而開始 這裡還有少許時間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 如果日版 我和你玩的就是行貨版 就是跟日版 但是裡面依然有Sunny 大過了的情節 有有有 但是你想想4的時候 Sunny還是妹妹仔 對啊 就是說其實日版那個故事 都是排了在 4之後 但是我剛才說的那個被人捉去改造的時候 就是4之前 因為4的時候 這個故事就是二同四之間 對啊 那問題就是 哪個國家版本 遊戲是哪裡來的 對啊 應該說描述那件事的輕重是哪一個重 究竟是二同四中間的重點 還是4之後的重點 因為如果談及到Sunny已經大過 無用自然 一定是4之後的 我記得有一幕 我不知道哪裡看回來 很模糊 就是拍攝是第一身的 雷電就被人改造中間 還在斬眼 電子摩東西 Tony Stark 人家 我記得有這一 他是不是打輸了給激流三母之後 不是不是 那裡不是大祖Sir 那裡是贏的 贏的 那裡應該是打這件事之前的東西 我記得是有這個片段 我忘了哪裡看 是啊 不如這樣吧 第一集 要求 要求 譬如有聽過 看過我們這個節目 如果真的有記得一個遊戲 可以去你們的Facebook 又或者 留言 大家可以覺得是意見 我看一下錄影帶 就是在錄音帶 在這個藝康的補員那裏 再跟大家說 讓大家出來就隨便喝啤酒 對 喝著啤酒 這是模擬錄音帶的玩法 說到Rising 終於都略略解釋了 這件事是整件事我們未說過 未拆解 未什麼 已經用了十幾時間來講 現在不如我們略略說一下 可能現在講不夠的 在錄音帶那裏再改 這件事大家知道了 其實如果大家玩 例如真的逐句對白 像我這些玩家 其實你看到很灰 你看到是真的 從那時候來講 你覺得 搞這麼大壇的事 我也是生活在大龍鳳的裏面 我怎麼做 還有它裡面 牽涉了很多次 當時 小時候 寫了那麼多 其實我們牽涉到什麼問題 牽涉到 影子政府 其實牽涉到M Fund M Fund M Fund就是那個史實裏面 代替了遊戲裏面的賢者遺產 其實就是 現實裏面的M Fund 還有洗腦 用遊戲來洗腦 其實跟現在 Exact 跟今年的一樣 還有 那個軍事科技 究竟是不是好像他這樣說 應該是的 因為大家都已經有個共識 就是軍事科技 是現在 你說的最尖端 市民正在用的那些 再過二十多三十年左右 是的 那時候我在想打5的時候 I-Troy那時候是不是真的有的呢 是不奇的 很有趣的 你問問Snake 你是否其實第一個 司戰這個高跳高開跳散的那個人 高開跳散 低控跳散 高跳低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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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大氧氣罩 是的 這個是 3 世界第一次的Halo Jump 是的 是的 就 吃著煙 但是被人 被人說 Pull out the scar 是的 然後 要帶氧氣罩 又成什麼什麼 還有那個I-Troy 如果Steve Jobs 翻生在這裏看到 他都不知道怎樣 說這件事 但是雖然其實iPhone這個設計 本來是給軍事或間諜用途 大家都知道的 還有他裏面那些生化東西 外骨落 還有我會這樣看 如果你說 我覺得如果科技再發展下去 又或者如果真的有個末日在那裏的話 應該會回到冷兵器互劈的時候 我覺得這東西是合理的 其實冷兵器才是叫做一個 實用兵器 因為你想一下 到現在發展到 真的好像Sneak2-3 有個量子電腦在後面 全部軍隊的資料 全部有個攝影機 可能是頭盔攝影機 或者槍攝影機 全部資料 傳送到電腦 電腦就 根本電腦落 command 告訴你 他應該算 算了你應該怎樣 Skylet 其實現在已經在做緊 已經在做緊 已經是回到二的時候 再加上 如果避彈衣服越出越勁 你那個 無意的軍備 警察是無意的 是 不如衝去砍他 反而擋不到 因為到了現在的防刺衣 我都記得是防刺 不是防砍 在近年代才可以略略開發電腦 其實我想只是跟神打一樣 就是你拖就不可以的 筒就不可以的 要刺突 講到防刺衣 或者是那些 slick king suit 想說回 他第三集 那些slick king suit 就是這一件 遊戲裏面就說 是有少少防彈的作用 就變了 他其實是類似紧身衣 這樣 如果你有玩運動 那些 緊身衣是令你的肌肉 會 消耗得 沒那麼 沒那麼累 是啊 沒那麼容易 酸軟 你的肌肉 我們拿回第二個作品來看 現在近期的 Arcum Knight Batman 那個 很花大邊虎 我講過他的格子是多厲害 有防打 防彈 防砍 那些 現在近期才出了一個 是軍工的 真的防刺 我沒有叫刺行不行 但刺是最難的 中世紀 現在特種部隊用的 你砍是OK的 一街是OK的 特隊是很 身體的 向前的力量 向前的力量 那是最集中的力量 在開發 那個都行 你想一下 現在開槍 沒有 開槍有事 根本都不是你自己去控制 就算現在最慘 現在連美國軍人都害怕 那件事就是 其實不是指揮官下指揮官說 這個恐怖分子殺不殺 或者你應該走進去 其實他是看電腦計算 計完之後他看 其實是 什麼呢 外國者入面的AI 現在開發到整個戰艦 其實是電腦幫他計算整個船 所有事情 這樣都要合理化 是的 因為科技一定要這樣行 還有他現在已經是一個人可以控制五艘母艦 要控的 要控的 即是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Liquid Oslox 最經典的就是 他終於說 所謂的AI 他的手指在那邊 就是可以鋪 mii ii ii�� 那個aks 那些軍人就跟著他 因為那些軍人放了nano machine 是的 軍人其實根本就是 特 sector機機機 所以他已經是 已經是 已經是一班 游和意識 但是控制不了自己 即是等於天空大定的白兵 空安 impres或是那麼好聽話 白兵 就算自己不想聽到你的身體 不會和我們 Marte 註意 diferen 所以我覺得他人家說的東西是沒有誇大 只不過是現實時間 給遊戲裡面所說的時間要推薦一點 其實他除了做遊戲之外 他很留意陰謀論科技的動向 所以你會變成遊戲為何有這麼真實的東西 其實他絕對是有做功課的 因為知道你喜歡看這些東西 所以我會加一些東西進去 而且我覺得小島 你說他是一個神一般的製作者 當然是 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宅男 老實說 現在是第一節還是第二節 現在是第二節 死火了 有些東西不套不快 所以那一頂錄音帶 那一頂錄音帶 那一頂錄音帶 我們基本上都是錄音的 我們略略說一些穿一點 究竟大家 Fandom Pink 為何要出這個 即以這個劇本為主線 大家有沒有想過 究竟 為何他Fandom Pink裡面說的東西 和小兽庫現在的現世 我覺得是很通的 我覺得是很相似的 尤其是他現在被人解僱了 有跟Konami不和 其實我覺得靠那個Fandom Snake 即是靠《Fandom Pink》裡面的角色 我覺得是很相似的 你看看他一開始 他醒來之後做Mission 其實如果大家未玩完的話 就不穿著 但其實他跟之前 還未昏迷之前 原來他的性格是相差很遠的 他很少會說話 還有他對於這些 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表情 如果你這樣解釋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那個就是他心裡面的寫照 即他每一代 他就是Fandom Snake 他每一代的遊戲 你看看 除了 只有兩個人是他自己的頭寫 即是比較大部分的頭寫 第一就是Sneak 代替他每一代的恐懼 石油危機 Wall Economy 另外就是Ortacom Ortacom 其實是他的寫字 因為他也是一個宅男 宅男 即是你見他裡面 是有大量子供觀看 而不能食用的女主角 還有他有一個宅男 一個自我滿足的過程 即是你全世界靠誰 最後就是Ortacom 即是他滿足了自己的慾望 那是Emerich的家族 即是他就是型 Emerich或者Ortacom 就是他真實的那個頭寫 他理想的頭寫 就是Sneak 把自己英雄化就是Sneak 即是Facebook那六格 People think I am I am 其實他覺得 他想自己 其實就是Sneak 但其實又不是 I really am I really am I really am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Fermont Snake 為什麼他用Fantoms這個字 其實到最後 你看到他絕望到 他是不想做 他根本我懷疑 大家不覺得 玩Fantoms平壞 玩到好像 一件事都未完成 就拿出來賣的感覺 你覺不覺大家玩完 不如這樣吧 這個我也未玩完 其實我也未玩完 不如留下我們的Caset帶的時候 還有提提大家 其實後面還有一張 如果大家玩不到 爆不到 去Youtube看回 其實還有一張隱藏的一張 就是講Eli的 看完那個 在錄音帶 再跟大家 那個正 好 好 還有要再問問 經常讀你關於Cosplay的事 即是你這堂 在錄音帶路 我再跟你補完 本來打算現在說 但都沒有時間 好 多謝城市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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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宅 成宅 是原本屬於香港 但是外國人才珍惜的東西 原本屬於香港 現在在外國才能找到的東西 成宅 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灰色地帶 你現在看著成宅 我是節目藝康的蟹子王 是新年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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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年快樂的